99岁老妈妈肚障烧心等综合症案例 我本是原始点爱好者 当天下班后 立即带了姜粉 干姜片 红参 姜糕和保鲜膜 去探望老母亲 进门就见母亲躺在床上 对着风扇吹 还嚷着心里热 表情烦焖 体力虚弱 四肢冰凉 我知道这热是假热 极寒所致 母亲年纪大又体力不支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我先用吹风机 隔一吹热她的身体 再用开水冲泡两勺姜粉 每二十分钟喂她喝一次 喝了三次之后 体力慢慢转好 这才用手指为她全身按推 过后她觉得心头没那么热了 睡前用姜水泡脚半小时 直到身体微微出汗为止 当晚就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 见她体力好转了些 就帮她揉肚子 发现她腹部有硬硬的结块 过后用姜粉泥按推全身 再用一次性床垫包裹好 最后裹上保鲜膜 如此连续处理三天 她的体力虽有改善 但依然不吃不喝不排便 心头仍有火烧的感觉 第四天 我用姜粉泥给母亲灌肠 让热圆直打换处 病情大有改观 终于能排便了 心头火 消了七八成 三餐能吃下半碗粥 晚上也能安眠了 母亲原本以为 自己挺不过这一关 往生衣服都预备好了 这下终于可以宽心 心情不再烦躁了 经过七天原始点的条理 老人家重获新生 感恩原始点疗法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